那么佐西乡太平村中平部落聚会所 耗时十几年 终于有个完整的聚会所 可以给族人使用了 而中平部落事务组长表示 过去几年都有场地 但没有整理也没有规划 迟迟都没有下文 终于在2021年最后一个月 让族人有安全又完整的聚会所 未来部落大小活动 都已经有场地可以使用了 佐西乡太平村中平部落聚会所 耗时十几年 终于有个完整的聚会所 可以给族人使用了 中平部落事务组长表示 过去几年都有场地 但是没有整理也没有规划 迟迟也都没有下文 终于在2021年最后一个月 让族人有安全又完整的聚会所 未来部落有大小活动 都有场地可以使用 从这个学校 原来是太平国小的分校 废掉之后 一直都没有在利用这块土地 这个公所就拨用给公所 用了这个土地 在我们部落族人知道这个情形之后 那我们就极力的争取 希望利用这个土地 来盖我们的聚会所 同时也希望可以继续盖个活动中心 让我们部落有一个 不仅是年轻人大的 也有个活动的地方 另外族人说 现在有户外的风雨聚会所之后 希望能够争取室内的活动中心 慢慢地将部落的建设建立起来 让生活更便捷更有趣 不但有室外的聚会所 也有室内的聚会场地 让我们这个地方 变成一个太平村的政治 经济文化 甚至生活的一个中心 乡长吕碧贤也说 这里不仅仅是聚会所 更是族人运动的好所在 会在继续建制专业的篮球场地 让这个空间变得更加多元化 记者高雙雙卓西乡采访报道